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一个人修行有品质的 这个人修行了 你的质量好不好啊 你的品行端正不端正啊 如果这个人品行好 质量很认真 那么叫精进 那么这个人的修行的品质就好 如果这个人麻麻糊糊念经 就像随便念念经 有口无心的这么去念 你说说看他这个品质会好吗 哎呀我在家里念经的 我在家里烧香的 然后呢 他跑到外面照样我行我素 照样自己做自己的 那么家里是家里修行的一套 到单位里到外面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那这种人的修行的品质就低下 所以你没有办法接近菩提啊 你怎么能接近菩提呢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学会佛法的空性 因为空性里边还包含着慈悲 因为慈悲的人 他才会有智慧啊 不肯慈悲别人的人 不能原谅别的人 每一天活在自我当中的人 他哪来的智慧啊 所以智慧怎么来的 所以 慈悲 不是空啊 你们看我们做一件事情 去慈悲别人 我们心里感恩别人 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觉得这个人我应该帮助他 觉得这个人我应该慈悲他 你心中是有的呀 你拥有了慈悲 但是这些慈悲是你本性当中的 又可以视为空性啊 因为在你第九意识当中 阿摩罗识当中 你本来就具有那种慈悲的佛性啊 所以有了慈悲 你怎么会没有智慧呢 你已经运用了菩萨的大慈大悲 你的大慈大慧就会开始 所以 不要以为 在心中拥有着 好像慈悲 我不是有吗 没有空性吗 对了 因为慈悲可以给你的内心的 第九意识的阿摩罗识的佛性 可以融合在一起 让你找不到慈悲 其实在你的空性当中 已经有慈悲的成分在里面 你用不到再去想 我要慈悲放在我的第八意识当中的 所以对佛家来讲 空和有 为什么 是一样的呢 就是这个道理啊 师父刚刚跟你们解释的就是啊 你是一个好人 你从小就是个好人 你本来就是个好人 那你做出来的事情 一定是好人做好事啊 那么好事一定是好人做的呀 对不对啊 你说我已经做好事 每一件事情做出来我没有感觉的 我都是在做好事 你说是不是空啊 因为你是好人 所以你做出来好事就空啊 但是你有做好事吗 有 那有和无 那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佛法经常说空无 明明有的 为什么说没有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希望大家开悟和不开悟 他也是个空无啊 你可以说这个人开悟了 这个人没开悟 师父视你们所有的众生都为开悟的众生 都是有缘的众生啊 因为佛陀讲过啊 众生皆具佛性啊 你有佛性 你终有一天会开悟的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开悟呀 你说你现在没开悟 你能说他不开悟吗 你说一个小孩子他是人吗 他也是个人呢 他长大了他就是个大人吗 你今天每个众生都有悟性啊 都有佛的慈悲心啊 所以开悟也是空无的 开悟了 当你明白了 你什么都懂了 你就觉得跟你自己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啊 佛和我们人啊 天和人啊 天地人全部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慢慢的什么真懂了 真懂了 就是看空了 空和有都是空的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学佛学到后来 会掉进一个无所谓当中啊 哎我空啊 我无所谓了 我学的好也是无所谓的 学的不好也是无 反正最后是空的 什么武道后来都是空的 空吗 不空啊 那个基础让你空的基础都在啊 空的基础本身就是你的佛性所在啊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变得能够空性呢 师父要跟你们说性根 今天要跟你们讲性根 性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一切功德来自于性啊 你说我们天天要做功德 对不对啊 你说你不相信你会有功德吗 一切功德来自于性 你要相信 如果你今天没有相信 就算你不失了 你大不了就是善 哎呀 不失多了 大善 不失少了 小善 对不对啊 所以每个人行善 都可以 种善奉行啊 但是问题你开悟了没有 你要相信菩萨 你今天只有善 你转世就把这些福报 全部给你报掉了 你今生 非常非常的努力的行善 来世 全部给你报掉福报 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 或者很有地位的人 那是因为你上辈子的 成功的行善 那么我们今天不一样 我们相信 我们有这个性的根 根就是我们的佛性 因为我们相信佛陀 相信菩萨 相信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相信菩萨 所做的一切 那你可以瞬间转化成 转化成观世音菩萨的 学佛田 大家记住啊 心中有块田啊 这个田 八十田 九十田 都是块田啊 你在田里面到底种什么呀 你种上善就得善 你种上恶就得恶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些 你以后才能修菩萨成菩萨呀 你才能修佛才能成佛呀 所以性根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相信到底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没有相信到底 跟师父学了几年了 哎呀差不多了 就念念经了 修修心了 不行 要相信 要彻底的相信 要完全的相信 所以因为这个性 佛就可以成全你 因为你这个性 你会产生一种精进力 产生的精进力之后 就会产生 佛力 那么很多人经常问师父 师父什么叫佛力呀 佛力是什么 佛力就是法力呀 我问你们 佛法有力量吗 法力无边吧 大家都在开玩笑 比方说 很多人在开玩笑 突然之间来个法师过来了 他什么话都不讲 他从你边上一站 你还敢继续讲那些不好听的笑话没有 法呀 法力来了 他话都不要讲 在法师面前 你敢讲那些不好的笑话吗 这就是法 所以庄严就是法 所以能够有精进力 会产生法力 佛力 所以我们对人间的事物 要学会中观的思维 中观 就是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都写到 哎呀 都是空的 对不对啊 我曾经 听到过一个笑话说 两个年轻人 这个男的很节约 小气得不得了 他学过一点佛法 这女朋友跟他说 我结婚我要买这个买那个 他说哎呀 佛家讲了 一切都是空的 买什么啊 基本上家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要买了 你想想看 他用这个来作为他这个空性的理由 他完全是走偏了 无所谓了 人想通了 都是空的 那你生出来干嘛 你生出来 你说生出来总会要死的 那你生出来干嘛 所以这个就是叫偏于空 我们中观就是说 不要偏于空 也不能偏于有 在有和空当中 那你就是说 不偏不移 所以我跟经常师父跟你们说 一个钟再好 你说他天天不准 一会儿慢了 一会儿快了 你能说他是一个好的钟吗 一个学佛人心中经常有偏 一会儿左 一会儿空 一会儿有 他全部都会 给他造成偏向 所以少欲知足啊 少欲知足 不要有欲望 但是并不代表完全空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经常说 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家里 师父啊 这是不是算贪 你保佑家里 也是为了让家里更好 活得更好 跟你有关系吗 因为你本身是学佛人 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 就是来救度众生的 你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家里好 保佑你家里的亲戚好 这就是一种进步啊 因为你知道求菩萨了 因为你知道怎么样 用自己的慈悲心来帮助别人了 这难道不叫一个精进吗 所以如果你说偏的人 他就会说 你连求这个 求自己的事情 你都是属于欲望 有欲望 实际上菩萨就是来救我们的 只是说 叫我们把求过的心要放掉 求过了心之后 不能再挂在心中 要把念头放空 把自己内心 要好好地看一看 来检查自己的内心 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 就是观自 你到底在心中 佛性在不在 观自啊 你自己佛性到底在不在 到了最后 你的身心要放空的呀 先有到后来 全部都是空的呀 那就是印证了 这个真谛了呀 苦空无常呀 所以师父叫你们 碰到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不要去想 完全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你的身体才会没有感觉 你想了 你的身体就会有感觉 你的意念就会产生杂念 所以对人间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 你的心在起变化 所以你才会执着呀 你如果心不起变化 你哪来的执着呀 所以人没有感觉 才会没有不好的思维呀 那就是空了呀 如果你对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 你用你自己的 言而逼舌生意来感受 这件事情对了 那件事情错了 这件事情我应该这么做 那件事情我应该那么做 那你心怎么空得了啊 你只有把这些 所有听到的看到的 都认为 那是一种虚空虚幻 那是一个不实在的 让你感觉和感受的 一种虚幻的物质 它很快就没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小时候 很多小朋友 吹那个 拿那个肥皂泡沫 然后吹一个 哎呀 在灯光太阳下面 五彩缤纷的 一个个球真好看 对不对啊 哎呀 这么大这么大 飘啊飘啊 眼睛一直跟着他看 到最后 啵一下没了 我要这个彩球 你就是在虚幻当中 想寻找真谛啊 那没有的呀 真谛告诉你 那是无常的呀 所以我们要懂得空了 你就是无欲之人了 无欲之人 你的心 才能心如水啊 所以空性对人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 在自己内心脆弱的时候 心中受到压抑的时候 会有一种孤独和焦虑的感染 因为他们忧郁啊 孤独啊 焦虑啊 都是兄弟了 这是难兄难弟了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忧郁了 他孤独就伴随你而来 焦虑 烦恼 强迫症 全部到你身上来 你失去了工作了 你接下来就不肯见人了 觉得难为情了 你没有钱了 你就会觉得 我不要去相信外面那些人 你被人家骗了 你觉得没面子 你感情上被人家甩了 你觉得我见不得人了 这一切都是随之而来的人生的负能量的境界 所以菩萨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拒绝接收自己的负能量 那么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永远是在往前走的 因为你失去了今天的快乐 你会拥有明天的快乐 你失去了今天的快乐 不一定你明天还是在苦难当中 这就是智慧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永远笑嘻嘻的 永远开心 因为他看得到未来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不单自己 要克服自己内心的负能量 更要防止接收别人的负能量 因为很多人看到你就哭 看到你就难受 看到你就想不通 你的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缩小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一点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海纳百川一点 你就可以抵御自己情绪对自己的感染 刚刚发现自己我要不开心了 马上想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刚刚跟别人讲话 被人家感染上了 心情不好了 马上用自己内心的强大的力量 我们有菩萨保佑 我是学佛人 等等马上抵御自己不良的影响 所以包括你的生活 家庭 家庭 婚姻碰到的问题 那些临时的自尊 那些临时的嫉妒 那些暂时的嗔恨 都会因为你的心情的舒缓 压力的减少 而变得化为乌有 这就是我们人怎么样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伟大的佛陀在2500年前他讲的佛法就是已经是解脱我们末法时期人的内心的烦恼和忧愁的一个良药 放下解脱是良药啊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剂良药 所以 有的时候 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情 不能过于的执着 对自己所拥有做的好的事情 也不能过分的去执着 你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坚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